嗨,各位同学好,欢迎来到Phonyphonics,自然音标 Phonyphonics,自然音标的课程 今天老师来为你介绍的是Vocabulary of the Day Vocabulary of the Day,也就是每日一次 今天我们还是像往常一样的,到wikipedia.org wikipedia.org 那围棋线上百科全书去寻找我们今天 from today's featured article from today's featured article 今天最注重的一篇文章 好,那今天这篇文章一样还是跟电动游戏 电玩游戏有关的 Sonic After the Sequel 那只要我们找这个标题 Sonic After the Sequel 你只要打这个前面我们这个反蓝的反白的这个 Sonic After the Sequel 你可以找到这篇文章做一些进阶阅阅读 一样的,老师今天到今天这个文章 好,我们会用到哪些单字呢 我们待会来解释解说一下 那老师先念一下 那我们大概会念到哪一个段落 Sonic After the Sequel It's a 2013 platform video game created by brazilian student Felipe Daeneruze Lake Flipper It is an unofficial work based on the Sonic The Hedgehog series canon And the set between the official games Sonic 2 and Sonic 3 好,那当然这边我们会用到的单字有 Sonic After Sequel Platform 还有 Hedgehog 好,这几个字 好,我们来看看 OK,好,今天的单字并不是很多 好,我们已经进入到我们这个月底 最后的总复习已经要开始了 好,那当然明天或后天 老师就会把这个月的总复习的字卡 这些也做出来 好,那在这之前 我们先来练习一下 今天的第一个,Sonic 好,Sonic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字 它的interpump 它的interpump 在S-O-N 好,之后interpump IC 通常做IC结尾的字号 通常都是名词 好,通常都是名词 所以我们在IC这个地方有个interpump 那重音在第一个音节 好,重音在第一个音节 好,重音在第一个音节 所以我们的stress zone 我们画出来 好,在这个地方 在我们的stress zone 第一个音节的stress zone里面 好,重音节 重音 重音区块中 好,stress zone里面 我们是一个V加C的组合 也是Val and Consulant V加C 好,那我们记得一件是V加C 或者V加C加C Val and Consulant 或者是Val and Consulant and another Consulant 好,那这时候我们就会 我们的Val 就会变成Short Vals 好,那请记得当我在讲 它是V加C 或者V加C加C的时候 好,我们就会用到Short Vals 那当然A,E I,I,O,U 如果Short Vals 就是A,A,E,I,U,U 以及A,E,I,U,U 这些是Short Vals 好,在下面的是Short Vals 在上面的呢 在上面的A,E,I,O,U 我就写A,E,I,I,O,U 以及U 这些就是Long Vals 好,所以Short Vals and Long Vals 所以V加C都是Short Vals 所以我们补一个O的短母音 A S,A,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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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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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S,S,NIC 所以我们在这 重音在第一个音节 所以第二个音节 这地方 我们用的是弱母音 所以我们补A或E 然后C写个C 所以它可以诵SONIC SONIC 那当然通常IC结尾 不会念UK 所以我们把它化掉 所以第一个Sonic 第二个After 好我们看After的Interpump 在AF之后 所以它的重音也是一样在第一个音节 所以我们的StressZone也是在第一个音节 什么是StressZone呢 在StressZone里面一定会有FootValves FootValves当然就包含的ShortValves 还有LongValves ShortValves andLongValves 那WeekValves呢 那当然就是若母音 所以我们在这边用个V加C的组合 所以这时候V加C我们就用短母音F 那T造超 那当然最后Ending 这个Ending它是一个EREnding EREnding那记得AROR 还有ER 这几个结尾的字 通常我们就Ending的时候 我们会标个ER 那比较新一点的音标 它会标个ER 那旧一点的音标会标这样子 然后再打个勾勾 打个勾勾 所以不管它是 这两个符号是怎么写 它的意思都是ER 所以我们我们这边写个ER 好 After After 所以在 那所以有的人说 老师为什么我看到这边标 After 当然这个是Oxford的标法 Oxford第14版标法 所以 它的蝴蝶音是这样写 蝴蝶音就是刚刚长这样写 那它的Ending就把它分成两个洛姆音 下一个单子是Seql Seql的话 我们看到它的inter放在这个地方 第二个音节 这个地方 所以 重音音样是第一个音节 重音音样是第一个音节 所以它怎么弄呢 它为什么念Seql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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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为什么念Seql 很简单 它重音在第一个音节 所以 我们第一个音节里面的 只有一个母音 而且母音 紧紧的靠在这个inter放旁边 所以我们就套用的公式是Val Before Inter放 它用的是这个公式 Val Before Inter放 所以这时候把它升成长母音 所以念Seql 那这时候记得Q加U 如果是照正常的美式或者是英式 美式或英式的正常的英文字 有Q就有U 有Q就有U Q加U是B 是标准的 我们讲说在英文的拼法 那如果是说他国语言转来的 例如说它不是英文的原生字 是 有Q就不一定有U 像昨天教就没有 所以有Q就有U 而且一个一定念K 另外一个一定念U 所以有Q带有U 中Q加U的U不是当母音 是当甲性母音W 所以K加我 这时候请看看青母音在E这个地方 K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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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现在这样念了哈 好 下一个Platform 好 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两个复合名词哈 所以把它分开来好 重音在第一个音节好 所以当然重音在第一个音节 我们又是一个什么 Stress 用在这边又是一个V加C组合 所以一看到V加C 一看到母子音 我们直接就套短母音 在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看到它有一个O加R O加R 然后我们做个降音 这个地方它套用一个R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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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变音 那我们来记得R control AR ER IR OR UR ARR ER ER IR IR OR UR UR 这个R control 所带出来的五个 五个Dipsons 我们称这个五个Dipsons 是美国 美式 美式五大双元鱼 美式的五大R所带出来的双元鱼 好 也就是由R所带出来的双母音 你也可以这样写啊 双母音 或双元鱼 好 可以看出来 OR就念OR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 一个酱母音在O 念OR form 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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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个 Hatch 不好意思写出了 Hedgeh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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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dge本身就是一个单字了 所以我们这时候我们看Interpoint 在Hedge 跟Hedge 这两个结合 那Hedgehog 那当然注意他 他的重音在第一个音节 所以我们看他是V加 他是V加C再加C 那比较好玩的 他是V加C加C再加E 但是他是DGE 那请记得当你一个字的结尾是DGE 或是DG10 他们就会E不发声且DG合起来 做个二合音 做个Digraph Digraph DG Digraph DG Digraph DG Digraph 就会变成 J J D跟R D跟R 的中间 J D R J D R J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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边E不发声 我们做个二合音J 那当然母子音 所以Hedge Hedge Hedge 那我建议在Hock 这边代表一个次重音 所以又是一个母子音V加C Hedgehog 我们破音在O Hedgehog 也不是破音 就是O有时候短母音是念O 所以有的时候你念Hock 跟Hock 的意思都是一样 有人偏向念Hock 有人偏向念Hock 所以都一样 我们如果按音词吧 Hedgeh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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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以上就是今天的啊 vocabulary of the day 如果对老师这个教学 有问题 有疑问的话 想要问老师 某个单字该怎么发音 他套用什么公式 欢迎用Google Plus G加 DV TT I NG A 跟老师做一个Google Plus 朋友 但如果你加了老师的YouTube 的节目 有订我的节目 我通常都会直接加你 你可以跟老师 accept我的offer friend request 我们就会变成现场朋友 所以Google Plus DVTT I NG ADA 或者写email给我 DVTT I NG at gmail.com DVTT I NG at gmail.com 也可以跟老师做个朋友 好的 那我们今天回到我们今天这个课题 我们念最后两遍 好 最后两遍 啊 啊 我们念完最后两遍之后 我们一遍用正常速度 一遍我们会放慢 好 那欢迎同学跟老师一起做练习 好 我们先来念第一遍 Sonic After the sequel The sequel is a 2013 platform video game created by Brazilian student Filipe Daeneruze Lake Fipper It is an unofficial work based on the Sonic the Hedgehog series canon and the set between the official game Sonic 2 and Sonic 3 好的 我们最后一遍我们来念慢一点 同学们继续跟我们再做一次练习 Sonic Sonic After the sequel It is a 2013 platform video game created by Brazilian student Filipe Daeneruze Lake Fipper It is an unofficial work based on the Sonic the Hedgehog series canon and the set between the official games Sonic 2 and Sonic 3 以上就是今天的美日理智 谢谢观赏